像你几次在直播里面 也表达过说 那你最终下定决心 要接这个欧阳逊 也是因为一直很喜欢刘亦菲 所以这真的 不是完全玩笑 是吧 真的有这个因素 我又何必要去掩饰自己 装在一个很高冷的样子 我觉得这是很正能量的事 他挺帮我的 他说其实他很喜欢欧阳逊这个人物 他是觉得角色没有什么好人怀人之分 所以他开文小说 我都很想要欧阳逊 所以那你怎么评价 人家都说你是搞笑男 可能是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心其实越来越打得开了 反而在乎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 然后就是更在乎的就是自己当下的感受 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上一次就是咱俩采访中我问过你一个问题 我说其实很多人会说 徐海桥就还差那么一部戏 那你觉得那部戏有了吗 每一年的想法都在发生改变 可能原来的时候我会说 下一部戏一定是更好的 但是我现在就想说就是 现在这个可能就是更好的 那你觉得养过的这些角色里面 如果选择一个可以活他的一生 你会选择哪个角色 我还是想和我自己的一生 和徐海桥的一生 我觉得这个没有起落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这可能会让我们更 又是意犹未尽 其实透过这三次采访 也是见证了他不断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 尤其最近随着孟华录的播出 看到外界对他的认可也越来越多了 那作为老朋友还是由衷地为他开心 我想他一定也接收到了这份认可 所以这次见到的他会更自在 更放松也更自信了 上一次就是咱俩采访中 我问过你一个问题吗 我说其实很多人会说 徐海桥就还唱那么一部戏 那你觉得那部戏有了吗 每一年的想法都在发生改变 可能原来的时候我会说 下一部戏一定是更好的 但是我现在就想说 就是现在这个可能就是更好的 如果之后我再也没有机会了 或者是说再也不有好的剧 或出锵的剧的时候 我也会享受当下之下 OK了的感觉 对就是你对那部戏的认知 是以自己的视角 而不是以外界的眼光为评判标准 是不是 是姐你这句话说得特别好 就是完全是以我自己的视角 跟别人无关 其实对我来说 丹丹的也拍了这么多年了 其实也有沉沉浮浮 就是现在拍戏更多的来说是 享受这件事的本身 而不是每次在拍一个作品之前 对它有多么多么高的期望值 其实拍到孟华路的时候也是这样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挺开心的 拍的也很享受 但是拍完了就忘掉得好 就并没有想说 我等了哪个戏又怎样怎样 嗯 赵氏 你可知错 今天就是想告诉你 不该是你的东西 就不该贪心 从此以后 离开东京 有此的话 这就是你的下场 胆大包天 竟敢无端攀咬官员 把他们拉出去 游街市中 赶出东京 哎 走了 谁能想到演一个反派 然后大家这个戏出圈了 我就特别留意到 简直是花式上热搜哈 对 被玩坏了 对啊 比如说今天我看到一个热搜是 许海乔收起你那不值钱的样子哈 然后前几天有欧阳旭渣 欧阳旭茶 高贵的高贵烫花欧阳旭 就这种热度你自己有特别直接的体会吗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戏要播的时候 我真的是好紧张啊 我吓得我就是 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然后我那时候唯一排解这个害怕的时候 就是月姐你有我的朋友圈 你知道我就骑自行车 鼓鼓一圈一圈 然后一圈 每天都骑三十公里 就是减压是吗 就是减压 因为毕竟欧阳旭是个反派嘛 而且 嗯 他扎的是叛儿 所以就很害怕大家会对这个角色有很多很多的负面的东西 因为这是你第一次演反派 第一次 嗯 真的是出道了十几年第一次演反派 对 然后没想到现在大家不仅饶了我一命 没有网抱我 然后还这么的喜欢 也不是说那种喜欢 引号喜欢 就是很喜欢 嗯 私下里的一些一些互动啊什么的 就觉得真的是意外的惊喜 这个剧在播出的时候 哇 你有看到弹幕吗 有没有比较有意思的弹幕 其实我一开始是 不敢看弹幕了 嗯 啊 我说这个戏就是 每一集 我只要把那个那个视频打开 我第一件事是检查弹幕关了 哈哈哈哈 赶紧看弹幕关了吗 哎呀我是特别害怕任何看到的说我的 然后 后来 我会看到好多人把有意思的弹幕 就是截屏 嗯截出来 嗯 我觉得还挺重 在播之前你就这么大的压力 还怕被人骂 嗯 那其实你在接这个角色的时候 应该也有这种心理准备啊 嗯 这个角色啊真的是 当时太让我纠结了 我 我 其实 中间真的是 想放弃了好几 好几轮 好几轮 我这个人就不是那种就是 呃 导演一喊咖 我们吃火锅去 喝酒去 对就蛮全能出来的一个人 就七换自如 七换自如 嗯 我是一个我只要演他 我在演的这块当中 虽然是假的 但是所有的人在这个戏里对我说的话和我说的话 我都会当真 嗯 就是很久很久都出不来 所以其实欧阳旭我们有很多很多很虐的戏 我当时看到剧本的时候就觉得 啊不行不行 我就跟那个接近说 啊我这个我真的来不了 来不了 绝对是渣男中的天花板了 嗯 所以这也是在戏开播之前 说离欧阳旭离被网爆 只有一步之遥 就一步之遥 对我本来跟他们开玩笑的时候 我说从现在开始我要退网了 嗯 戏播完之后我再回归 嗯 那你看最初还是决定接这个决策 是不是我觉得所谓反派角色 其实他还是就比较体现人性的一方面 就这个人物是有他的复杂性 嗯 我阳阳姐你说的特别好 其实我一直不觉得就是有那种 就是天生的坏人 包括我们现实生活中 就是没有这个人生下来 他基因就是坏人 他可能都是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或者是遇到了某些事情 有可能也有可能有的人是 他可能做错了一个选择 嗯 就没有办法回头 然后就一错再错 一错再错 所以我觉得欧阳旭是这样 在我看来他不是说 单纯的以渣男和坏人来定义他 嗯 其实他也是个悲剧人物 嗯 因为他的出身很不好 当时我们在拍的时候 导演就设计 然后让欧阳旭和顾千帆 有几次擦肩 就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还不太了解这个意思 但是你现在在回看的时候 那个感觉就是特别难受 就有两场戏 我跟那个陈晓演的顾千帆 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 就是你觉得有一些人的起点 就是你一辈子都到我的终点 这个东西 你再努力 你都达不到人家那个状态 出身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那一刻 我其实还有点可怜 对 所以当时在接他的决策的时候 你还做了哪些具体的一些功课吗 我是会完全的就是让自己 和他就是越撞越近 越撞越近 然后就是变成了让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 我们俩不分的那种感觉 嗯 其实在有好多戏的时候 我都给他赋予了很多的 就是自己的一些观点 我记得有一场戏特别 特别有意思 就是那个我去找高慧 就准备我已经被 要扁出东京了 但是我可能 那时候觉得高慧是我唯一一个 一个救命稻草 也许我改天能翻回来 但是你说那我们拍吧 然后我说我有个想法 我想在他说完甜言蜜语前面 对高慧都是真的之后 等高慧一转头的时候 他流下一滴泪 然后自己很苍白的把这个眼泪擦掉 然后转身就走 可能就更能体现出 对 我现在就是给你来真的 但是完事以后 你走了 这个收起来 我就要走了 就是我经常听这个演员说 演反派角色 会觉得表演的空间很大 因为没有太多的这种束缚 对 是 就是我就觉得每一个人物吧 我们就在演的时候 不要把他当作一个坏人啊 渣男啊 或者是配角 因为他我在这个世界里 在我的这个系统里 那欧阳旭就是唯一的一个线索 和人物和主角 我就按照欧阳旭构架出 欧阳旭这个 欧阳旭传里面的这个 这个构架就好了 像你几次在直播里面哈 也表达过说 那你最终下定决心要接这个欧阳旭 也是因为一直很喜欢刘亦菲 所以这真的 不是完全玩笑是吧 真的有这个因素啊 大家都是人 然后你喜欢 那我现在这年纪了 我又何必要去掩饰自己 装着一个很高冷的样子呢 我觉得就是很很正能量的事嘛 偶像可以给你带来力量 嗯 那你欣赏她是因为什么呢 你之前你们两个认识吗 私下有见过面吗 不认识 其实她有一点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她都还挺鼓励我的 就是包括在生活当中 就是她特别的美不自知 活得很明白的人 也敢于自嘲那种吗 很敢于自嘲 很激励气很轻 而且她还有一点 我很喜欢她表演的方法 她不是一个就是 其实也 现在有好多演员就是 演戏的时候一看到剧本 就说这场戏 就是职业化了 可能这场戏 观众希望我达到80度 我就可以演个80度 而这场戏 大家可能想让她二三十度 我就演个三十度 但她不是这样的 她是完全就是 很感受性的选手 就是如果我这个地方我感受不到那么强烈 我就不把她表现出这么强烈 但是也是合理的 有一场戏是欧阳旭掐盘儿的脖子 其实你在此之前也是有顾虑 因为刘亦菲她是颈椎不好 对她颈椎特别不好 都是需要那个针灸的老师 来记住给她针灸的那种 她好像正好前一天晚上受伤了 然后第二天就排了这场戏 其实我当时看剧本的时候 我就比较担心这场戏 而这场戏其实写得特别激烈 然后就是我们 就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 能够更好的呈现 所以说她就很棒 就是大家都说 那她值得你喜欢的点 她就是很专业 我觉得她就觉得这样的话 能够更就是凸显出这两个人的矛盾 激化的一个顶点 所以她就接受 我就觉得好的演员可能 就是互相会给对方能量 就是她刺激到你 你会更投入去对待这个戏和这场角色 然后大家都知道互相促就 这个戏就成了 那实际拍这场戏的时候 你还会有压力吗 比如说这个掐的这个分寸感 你要把握好 有就是 我又太怕她受伤 但是又得演出特别的那个 用力和狠的那个感觉 对所以这感觉很纠结呢 很纠结 而且特别希望能够少来两条 就是来的越少 就会因为这种戏 其实很容易出现意外 对哈 就是因为当时如果大家在情绪当中 而且这场戏很长 然后我们如果是有的时候 在情绪里的时候就很怕误伤对方 嗯 那实际上呢拍了几条就过了 哇 这场戏 最热的时候在襄阳 哇 浑身都湿透 嗯 就是一直在拍一直在拍 拍到最后 那一刻我更希望的是 他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很专业 共同完成了一场好戏 对 这个戏精彩 所以拍这个戏的过程中 其实即兴的东西 就是现场的接收和给予是很多的 非常的多 哦 就包括其实我们俩拍第一场 就是在茶楼上那个他拿那个茶教我 嗯 其实他有一场是教了我的 有一场是没教的 嗯 就是我们俩其实也是拍了很多遍嘛 嗯 就是很好的 我觉得很好的对手就是会让你去 放下杂念去感受他 嗯 然后他给你东西 然后你再推给他 他再去感受你 再推给你 对 这个戏就是流动起来 那他有分享的 他自己的一些经验是什么 嗯 他挺帮我的 他说 嗯 其实他很喜欢欧阳世这个人物 他是觉得 角色没有什么好人坏人之分 嗯 他就很喜欢小丑那个电影 嗯 他就觉得 他说你能说他是一个坏人吗 所以他还 他微笑说我都很想要欧阳世 哦 所以这样话就很短啊 所以原来喜欢他 更多的跟大家一样 被他的美貌蛰伏 走进了之后就看到会更真实的一面 对 所以就会越发的欣赏他 对对对 嗯 这也就是不难理解哈 这个戏播出的过程中 很多人就是说 许海桥带心追星 好多词 这东西我当时看的特别逗 我平时也刷嘛 就是那个视频 然后刷到以后底下有人开玩笑 就是说 你推给我干嘛 推给许海桥啊 我特别想说 推给我吧 我四个就来看 嗯 我觉得你这个性格的 就好像比我前两次认识你的时候 会更开放一些 是 就叫玩得起是吧 对对对对 年纪就是越大了 就越在乎的事情越少 嗯 所以那你怎么评价 人家都说你是搞笑男 哎呀我真的是 有的时候人生啊 就是真的很奇妙的 嗯 然后 姐你知道我原来都是演了 那么深情的人物 然后演了那么多人设 嗯 之后 竟然通过一个渣男角色 但大家以为我是搞笑男 嗯 现在被大家接受 这一次真的是大家看到了你 这种放飞自我的一面啊 对嗯 也可能是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心其实越来越打得开了 反而在乎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 然后就是更在乎的就是自己当下的感受 嗯 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嗯 我是那种就是 如果是在陌生人面前 包括在工作的时候 有的时候好多人都说我 其实挺高冷的啊 不好接触 其实我是 就是 保护自己的一个保护色啊 就是 有点微微的色恐 但是我要是守着面前 就特别平 嗯 我那个好朋友经常说 说你就应该去德音社上班 哈哈哈 太平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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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次表演上 嗯 如果你给自己一个评价 嗯 你觉得是超额完成任务 还是及格 或者是怎样 嗯 我觉得这个得最后关注完了 大家看 嗯 可能在我心中就及格了 你开始也没有预期到 戏会有这么火 太没有预期了 就像当年花心谷也是 嗯 今天说花心谷开播七周年 嗯 我们当时拍花心谷的时候 我们每天在现场就是 打闹 然后大家就 和吃一包泡面 就是觉得就是在一个 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嗯 真的没想到这个工作 这个戏 包括现在《梦华路》 嗯 也是没有想到 对演员来说 那是不是就有时刻准备着 不能慢带每一个角色 嗯 我是属于那种 就是嘴上老说 哎呀白烂了白烂了 嗯 但是 对于拍戏这件事 就特别上头 就只要是 一定上妆 然后 然后 开始 哇 就是那个劲儿就是 我原来拍一个戏 我记得拍 拍了24个小时 拍打戏 到晚上最后的时候 嗯 就已经困到 就是 就不行了 然后打的时候 他们说 来来来再来一套 我说好 然后最后我看回看打 就说 眼睛特别有光 但是其实真的已经困到不行了 嗯 就是角色会给你力量的 对 是吧 就当导演喊action的时候 一下子 就像打鸡血 对 对 就是来一劲儿 兴奋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 你在演一个角色的时候 你就是过度兴奋之后 就是一到完事的时候 特别累 嗯 嗯 那现在呢 你现在接戏的原则是什么 嗯 我原来的时候 其实 我接戏挺主观的 嗯 我只会去考虑说 我喜不喜欢这个角色 我认不认可他 然后 我来演这个人物 就有点小孩的那种性格 嗯 但是其实这个孟华路也是我的团队坚持要让我拍的 所以说我现在更愿意去听大家的意见 嗯 然后可接受的度和整个的那个选择都打开了 去尝试一些舒适圈之外的同学 嗯 不会再去演那个 适合自己 嗯 跟自己像的 嗯 其实我之前也觉得你的 这个 就角色的可塑性是蛮强的 嗯 但你还是觉得在自己的舒适圈内 对 是吗 其实是这样的 嗯 萨姆多罗啊 和一小天啊 可能大家 细品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 嗯 但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还是活泼 哦 有奈向的人物 嗯 其实拍完欧阳逊的那一刻啊 我就给我团队发了微信 我说其实挺爽的 嗯 因为就觉得 从最初看到剧本的时候 嗯 我觉得我完全演不着这个 到最后我觉得我全都把他演了 嗯 结束那一刻就觉得挺有成绩的 对啊 嗯 因为其实这几年也比较遇到了我的一个瓶颈 就是可能我有点瓦瓦脸嘛 嗯 大家总觉得说我是适合那种 没有年龄挂的角色 但其实我都已经是这个年龄了 我挺想去尝试这个年龄能演的角色 嗯 那你觉得养过的这些角色里面 如果选择一个可以活他的一生 嗯 你会选择哪个角色 活他的一生啊 嗯 嗯 好像没有哎 嗯 好像我演的都是些不好的结果 背景呢 是吧 宁愿很曲折是吗 没有回 没有一个是好有好结果呢 嗯 我还想和我自己的一生吧 和西海桥的一生吧 嗯 我觉得嗯 嗯 我一直觉得老天爷对我挺好 嗯 嗯 就是他给我的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我都觉得 就是很有意思 嗯 嗯 那你觉得哪个角色对你的影响很大 嗯 因为我觉得演员和角色之间 其实他是互相拧讲的 嗯 嗯 萨姆多罗吧 嗯 就他把我最好看的时候 被留住了 嗯 我原来一直在开玩笑想说 我说等我以后老了孩子到时候说 说我老的时候 我就把萨姆多罗吊出来给他看 这颜值巅峰啊 你把年轻时候是很好看的 但是我是觉得 嗯 我挺不怕老的 嗯 因为 就是 最好的时候 人每一个人都是那几年 嗯 你就算是那几年 你是红过来的 或者你不红过来的 但是 都有那 都是只是那几年 老天爷 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 那我觉得 作为男演员来说 其实 好像应该越老越有魅力呢 是 我希望自己能成这样的人 对啊 其实也有很多 嗯 年纪很大的一些男演员 反而在这几年 当然 现在是欧阳旭啊 嗯 我觉得欧阳旭是那种 表情幅度不是太大 对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面四 很注重一态 但是他心里很忐忑的一个人 哦 因为他的出身不好 所以他有点虚 对他说他 他其实有点讨好性人格 嗯 他永远会担心 他永远会担心我在场 我会做的不好 在场人会不喜欢我 对 来叶小天啊 叶小天也反差 对外话哈 特别无所谓 哈哈 你喜不喜欢我 嗯无所谓 对 还有谁 那个忍血糖 忍血糖 忍血糖 其实呢就是天气好的时候 是不是也喜欢这种踏青啊 散步啊 我现在特别喜欢在湖外 就是最近不是前一段时间 其实所有的地方都关闭了 公园和其他的一些地方 嗯 在我们家旁边有个小山坡 嗯 就是土坡 那个上面有一些树 我就每天拿一个马杂 到那去看书 坐着 然后吃点东西 喝点东西 嗯 就一坐坐一天 就觉得哎呀很 很平静 然后又和大自然很亲近 你是最近买了一个自行车吗 我 经常喜欢骑行啊 对 最近真的是就是疯狂骑车 然后 嗯 我其实小学的时候 和一直到中学的时候 我都是在济南是骑自行车的 哦 然后呢 呃长大了都好多年没有骑过自行车了 嗯 最近就是开始骑车 每天都是从20公里骑 嗯 最多能骑到30多公里 嗯 然后就骑车的时候 一骑上自行车的时候 就很神奇 嗯 特别想哼歌 然后哼的都是小时候哼的歌 而且我还看你经常在晚上的时候去骑行 是吧 对 然后你说夜晚的二环是个神奇的世界 我很好奇神奇在哪啊 因为你开进二环的时候 嗯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过去的那个 就回忆的地方 嗯 然后有一个市场 它还写的就是什么朝阳门 有一个扁 朝阳门菜市场 那个扁已经很旧了 然后摆在一个橱窗里 然后旁边还有那些收音机啊 嗯 什么的东西 然后还有呃美术馆啊 嗯 就是晚上不营业的美术馆 嗯 但是从外面看又很美 然后包括有 我经常就骑那个故宫 嗯 然后从故宫绕 还有呃鼓楼 我在好像还分享过一张照片 嗯 就是它其实鼓楼很神奇 它旁边有很多电线 嗯 然后它就会有电车走过 然后那个鼓楼还是屹立在那个地方 嗯 嗯 就感觉到古代和现代的完美的结合吧 嗯 但是你看这些 其实你在北京也生活这么多年 平时没有这么深的感觉 对 这就是慢下来了 慢下来了 然后你有时间去看一看周边的世界 嗯 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 就是开车的时候和走路的时候 都没有骑车的时候 感觉跟这个城市更好的融合 哦 这一点你说的特别好 对 就是骑车就好像感觉 跟这个城市在对话一样 对 然后你能很真切的感受到风吹过的那个 感觉 嗯 而且旁边的景呢 又不是过快的 但是又像过画面一样从旁边过去 嗯 你又能看清楚每一个风景里的每一个人在干嘛 对 你那个自行车很好 因为它是不是很便捷 还可以就是折叠起来 嗯 然后随手拿着 嗯 所以我有两辆 一辆是公路车 专门是晚上方便我夜行的 嗯 还有一个是折叠车 就是放在我的车的后备箱里 嗯 我那天去一个朋友家 可能就十公里吧 嗯 我就十三公里 我就骑自身车去的 然后去完了以后 我就把我的那个公路车锁在楼下 然后结束完以后 我就下来自己骑车走 嗯 我当时觉得哇 突然觉得自己好像高中生啊 哈哈哈 解那个车锁 解完了 骑上走 嗯 正好是高考进行时 那你现在还想起来你当时高考的时候的心情吗 系的 嗯 我当时高考特别逗 然后那个就是别的家长不都是那时候考试有好的家长在门口 嗯 然后我们爸妈就是我们家没有任何事陪我去高考 我当时在挤在那个家长群里就挤不出去啊 紧张吗 考之前 不紧张 我就是属于那种嘛 嗯 就是越到大事上 嗯 就越放松的人 嗯 然后后来考的是挺好的 就是当时我考上系的时候 嗯 嗯 我们那个老师上系那个表演老师何彦就很喜欢我 嗯 但是我是之前嗯 没有上高中我上中专 嗯 但是每天给我妈打电话说 哎徐海桥呢 我妈说上课上学去吧 啊 然后她就说真去了吗 然后说真去了 后来我记得我查分那天 嗯 济南下了好大的雨啊 我在我外婆家玩 他们说能查分了你知道吗 嗯 我说啊 我说我打车回去 那个水啊都慢 都慢过 那个车那么高 嗯 然后我回家 好像分数现在我超了100多分 哇那很厉害呢 很厉害 嗯 然后我刚问完那个分以后 哎 电话链就响了 我打电话 然后我们老师就说你考多少分 哦 然后我就跟他报了一下分数 嗯 然后电话那个那边 半分钟就没有人讲话 嗯 然后老师说你被录取了 嗯 对 随便老师因为他很看准 他也很开心 是吧 非常高兴 嗯 对 那当时拿到录取通知书是有没有仪式感呢 我记得好像那时候知道我被录取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通宵没睡 嗯 五点钟就去爬山了 哇 爬特别高 然后就坐在那个山顶上 就是有好多成练的老人嘛 嗯 就看着那个来来回回 嗯 就是上上下下的一个人群 嗯 就坐在那里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 就从此的人生改变了 嗯 那你还记得就是以大学生的身份 第一次走进上系的校园 那个校园里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情景 有 那时候我们我们是表演戏嘛 嗯 我们就走进去的时候就偷偷去教室门口看 后来那些师哥师姐都出来了 那时候胡哥也是我师哥 哇塞 那会觉得哇 大家都好就是好帅啊 俊男靓女 对那时候那个表演戏的同学下课他们出来都是 就都是那样的 嗯 然后我们去啊 就跟看明星一样 嗯 就跟粉丝看明星一样 后来我记得我和我爸妈去上系食堂吃饭 嗯 然后那个食堂的托盘里 就会刻着那个上海西级学院 然后就摸那个字 那如果现在想对 嗯 就刚刚走进校园的徐海桥说一句话 你最想对他说什么 嗯 就是想说孩子 嗯 别打谱留校了 就出来拍戏吧 我那时候考上系的那个第一句 想留校呢 当老师 当老师 就特别想当表演老师 然后我大四那年 我还跟我们老师争执了好久 嗯 我说我就是想留校 老师说 你还是去拍戏吧 那其实拍戏了这么多年 也能感受到这个圈子里面竞争的激烈嘛 嗯 包括这种新陈代谢很快 嗯 像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心态也是有起起伏伏吧 嗯 嗯 有 对 就是 嗯 我是觉得每一个人 其实可能在人生当中 都会遇到起落嘛 嗯 因为人生不可能是单一线一直往上的 嗯 也不可能是一直往下的 嗯 它一定是这样走的 只不过是 看这个时间的长短而已 嗯 但是 嗯 我觉得这个 没有起落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嗯 嗯 这可能 会让我们更看清楚 嗯 自己和自己的生活 所以就是说 您的自己会调节自己 嗯 对 我是觉得就是 如果你认定了一件事 你觉得这件事你想做的话 你就坚持去做就行了 嗯 但是 嗯 不要去太去看 结果 利益的东西 嗯 因为好多东西是反而会适得其反 嗯 嗯 而且 当你越放松的时候 可能这些所谓的 曾经想要特别得到的东西 它也许就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 对 你想说我焦虑 嗯 我这一天也流过 是的 我不焦虑也流过 嗯 其实我最近在看一些心里的书 我觉得写的特别好 嗯 如果我们总是觉得 我们在等待人生的那个成功 嗯 就好像如果我永远在等待 那一部戏的时候 嗯 那我已经再不喜欢我的这个现在了 我觉得人可能现在的心态啊 就是我自己的心态是 不管谁来都珍惜 但他走了的时候 就珍惜 就只想念在一起那些美好的时光 不会去执念去挽留 自己比喻成一种植物 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更想成为就是随处可见的一个 就是我现在比如说我不知名的这棵树 嗯 我就觉得自己更像是这种吧 嗯 就是虽然可能它是有自己的坚持 然后自己屹立在这个地方 不动不摇的 但是它又是普通的一棵 我不想让自己成为那棵最著名的那棵 嗯 如果描绘一下你理想的这个生活的图景 你能描绘出来吗 啊 希望理想的 呃 景色就是 嗯 爸妈 和以后我自己的家庭 嗯 然后大家都 嗯 很和谐的在一起 然后可能在一个郊外露营啊 嗯 或者是在一个河边啊 哦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一个 对 像你生活中的朋友 是交往多年的多 还是这种 呃 比如新朋友会多呢 我我我身边的交往的朋友 都是好多年的朋友 嗯 包括我我我我是 我山东的那个 有一个 嗯 高中同学 到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之前 有人说 说过说 哎你是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人啊 什么的 我说你要了解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就看他身边的朋友就行 嗯 我说我是一个连 就是初中同学 现在都还会联络的人 哦 他说其实就能看出来是怎样的 嗯 就是比较面就型的 对 因为我比较没有安全感 嗯 所以我喜欢更多熟悉的东西 对 而且我身边的艺人朋友 嗯 然后虽然不是特别多 嗯 但是每一个是一个 就都对我特别的好 对 然后都是因为 他们都是这样 我这样的人 嗯 就比较真诚的人 对 因为很多演员都觉得 这个出了一个剧组 大家可能就不联络了 就不联络了 但是你不是哈 嗯 一直也是有联络 对 包括杨阳 他都没有给人发过任何剧的朋友圈 嗯 他帮我发的朋友圈 对 嗯 这么多年了 有一年我在横店过生日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爱过生日的人 我就想说我不过了 然后 他那天晚上叫我吃饭 他好像11点才收工吧 他就约我去吃饭 然后说我都订好包厢了 你必须来 然后我就叫了几个朋友 他说你还想叫谁 他说我也找几个你认识的人 嗯 我就去了 我去了以后他还准备了蛋糕 哦 哦 我认识的特别的 嗯 暖吧 就兄弟就是兄弟 嗯 其实交朋友 是要交互真心吗 对 你这个朋友才会长久 嗯 嗯 其实我觉得朋友 对我来说是 生活当中 不可缺少的 比工作更重要的一趴 嗯 那你在朋友面前 是可以分享喜怒哀乐的吗 还是报喜不报忧的 我在朋友面前 就是他们都真的是很照顾我的那种 就是我是那种完全不掩饰情绪 嗯 喝了酒的时候难过 然后干嘛的时候 他们都见到 嗯 嗯 你现在也经常会说自己是摆烂 而且你还为摆烂正了一下名哈 对对对对 就你觉得摆烂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对 嗯 我是觉得就是 就好像欧阳旭吧 嗯 就是 嗯 好多够不到的东西 如果真的是 现实生活中 当然咱不说通过努力能达到的一些事啊 有一些本来就不属于你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不要给自己这么打压力 让你去 非得去够那个月亮 对吧 我现在身边的这个小草也挺好 啊 嗯 就放过自己吧 嗯 其实摆烂也是一个网络这个流行词语啊 嗯 你现在应该属于5G冲浪吗 算是吗 18G吧 18G哈 你说我在微博买房了 每天都在住在里头 对 那我要考考你几个这种网络热词 我看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嗯 一个是叫 退 退 啊这个知道 你用过还 都用过 就是 不好的东西都叫退退退吧 嗯 是的 厄运都退退退 嗯 厄运都退退 还有一个是叫 嗯 嗯 就说哎 3Q真是雪了 也是这种自嘲吧 嗯 前不久刚刚过完生日吗 嗯 现在对比比如说20岁30岁啊 和当下的薛海桥 你就接受40岁呗 40岁是明年呢 还差一年呢 是吧 嗯 嗯 那你看你这么直接说 就说明其实年龄在你这完全不是个事 嗯 小的时候 可能年龄 反而是年轻人最担心的 就是人生就是一场经历嘛 就是一场 就是一个游乐场来玩一圈 然后我们越往前走 其实我们经历过的事情 我们玩过的场景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反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一个 一个丰富的一个经历 嗯 所以这就是心态最大的变化 嗯 小的时候还畏惧年龄 小的时候是最畏惧年龄 现在是享受年龄了 对 我还挺喜欢在每年生日的时候拍一张照片 嗯 就变成了一个 嗯 定格的一个 一个遗失感的事儿 但是每一年一翻出来 可以看到我去年生日的时候是这样的 在一年是这样的 那这个也太好了 在一年是这样的 在一年是这样的 就能回想起来我这一年 我经历了什么 嗯 那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二十三十四十的许海乔 嗯 你会分别用什么颜色 二十岁的时候应该是呃 橙色吧 嗯 嗯 就是比较 很热烈 很热烈 但是呢又是那种 嗯 比较 天真烂漫的那种 嗯 想法很多的绚烂的那种 嗯 然后三十岁可能更 三十岁反而是最复杂的颜色 嗯 因为那时候 还不清楚自己的 接下来的好多事情是未知的 会有点患得患失 对 而且那时候是 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 那时候可能是一个混合色 嗯 但是现在的话更希望是绿色 嗯 绿色充满生机 对就是比较平静的颜色 是的 嗯 其实你像四十是明年吗 会有什么仪式感吗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给这个生日仪式感 是自己搞一个什么仪式啊 嗯 但现在更多的仪式感是自己心里 是一个人的一个仪式感 嗯 你是一个在生活中很注重浪漫的人吗 我非常是 非常是 对 哇 住这种仪式感 嗯 最多浪漫的一个人 那你刚刚说自己是很敏感的人 你是一个容易流泪的人 特别感性的吗 嗯 嗯 这两年是 老是会想想小时候的事 真的是 嗯 嗯 因为我现在和爸妈住嘛 嗯 有的时候会下午睡觉会三四点钟睡着了 然后睡醒的时候是五点钟 就是傍晚天有点渐渐的黑了 嗯 然后那时候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就是睡得迷迷糊糊的 爸妈就在外面做饭的声音 我就感觉我是回到了高中或初中 嗯 对 那个时光就好像 嗯 停流了 会倒流回去一样 嗯 刚才说到流泪 你还记得上一次流泪是什么时候吗 就前两天 然后 然后我们这个剧还播得不错嘛 好多人我身边的朋友都发微信 突然说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挺不容易的 所以那一刻的流泪是有五味杂陈的 嗯 是就是觉得身边有人在懂自己 嗯 登陆优控视频芒果TV 搜索星月对话观看节目完整内容 感谢新浪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大家参与星月对话话题讨论 下载并打开抖音APP 观看更多星月对话精彩内容和幕后花絮 参与互动转发及评论 迎取更多礼品 欢迎订阅 词赐业